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甚至还饶有兴致地在推特上回复粉丝们的各种奇怪的问题 2017年1月一个粉丝在推特上问道 那神经 雷斯呢 不久后会发布吗 马斯克回答说道 也许就在下个月 目前这种旨在科幻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出现过的脑技术 真的可以安全地让人类思维与人工智能相连接吗 它会不会导致人性的丧失呢 在医学界 电机排列和一些其他的植物被用来帮助 缓解帕金森氏症和癫痫所带来的影响 但是在医学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电机排列 通常它是作为最后的手段来使用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伟大的硅谷思维来破解这一未来的技术 好吧 伊隆马斯克 你可以放一台电脑在我的脑袋里面 因为我感觉脑袋并不太灵光 我是基亚哈里勒 感谢你的收看